世界各地都出现过麦田怪圈 传说是外星人所创作 也有一些人认为麦田怪圈是伪造的 真正的麦田圈除了美感和制作精准外 还有异常的辐射 道福的节感关节有膨胀 没有进场的踩踏痕迹 庞大的尺寸等等现象 实际上不少麦田圈的附近就有龙舍 很多龙夫对麦田怪圈并不持友好态度 一些人还迅速铲平 担心更多游客来践踏庄家 造成更多损失 1974年9月在加拿大的南根堡地区 农场主爱德温福尔在菜园里工作 大约10点45分左右 爱德温发现四个金属圆盘将地上的槽扭曲 逐步变成了一个图案 它们的直径大约是30厘米 大小形状都是相同的 色调类似于拉斯布修钢 它不是平滑的 在旋转的同时似乎可以看见一道凹槽 深灰色的凹槽 好像像刚加温后冷却形成的凹槽 飞碟离开后 爱德温下去检查了地面 地上一共有五个圆圈 非常完美 在这些圆圈内 植物弯曲并顺时针扭曲 曾经网上有一个视频 拍摄到UFO光球制作完麦田怪圈里去 麦田怪圈的目击者 罗贝特是一位大众并不熟知的神奇人物 他经常能预感到附近麦田怪圈即将出现 2001年罗贝特还是一个情从少年 在罗贝特一家居住的胡芬村附近出现的麦田怪圈 小麦中形成了窝旋状 这种精致的麦田螺旋不可能是人造的 在此期间 罗贝特发现他能够预测一些事情 并且能看见更多灵异现象 如无发光的球体 尤其是在麦田怪圈中 有五个线 我不知道我能够移动 哦,是的,我可以 你可以看到那些吗 如果那些是UFO 哦,天啊 你能够看到那些吗 这是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 一张生产麦田怪圈的不明飞行物的图纸 时间1998年11月 它高12米 呈迷人的粉红色 由刘金骏的一位居民绘制 上面的草图显示了一个不明飞行物压平了一片玉米地 他说他们看到这个悬浮的球 在这个地区形成了麦田怪圈 这艘飞船有散烁的灯光 并装饰着古埃及的生命之俗 这位匿名观察员在1998年11月 将这张图寄给国防部 这些证据表明的确有天外来客的创作者 这个草地圈形成于2012年5月10日凌晨1点左右 看起来也是埃及生命之福 在出现之前 罗贝特感受到了一种女性化的能量 看到了许多怪圈的光芒 以及十字符号上的女性形象 周围有美丽的白光 还在这位女性的身影旁边看到了一只绿色大眼睛的大白猫 看上去很奇怪 草地圈几乎是难以伪造的 因为草叶很短而且韧性强 很难压制成图案 因此装饰了生命之福的标志 并制作麦田怪圈的飞船 加上带有生命之福图案的麦田怪圈两个证据 都指向某个和生命之福密切相关的种族 其实古埃及概念在麦田怪圈中也出现了不少 例如这种头顶上一个圆 就是通常和太阳神呐或者和太阳神呐有关的人 这使我们审视和解读麦田怪圈无法忽略那些远古概念 一些传说认为天狼青人影响了古埃及 玛雅和中国古文明 那么天狼青人创作麦田怪圈的意图是什么呢 麦田怪圈是一种光明的语言 它通过神圣的几何工具致力于解释高频信息 它承载着第五维的振动 当您的意识处于第五维度时 您将与这些第五维能量场保持一致 您将更能够阅读嵌入这种高光中的意识流光语言 并通过它指导您完成个人和地球的转变 最大的挑战是您将三维意识保持在线 并与您的第五维体验保持联系 门户释放的这种高振动光频率的涌入 正在打开我们体内的DNA 激活后与生命宇宙全息图合二为一 这个麦田怪圈就是光、生命和爱的宇宙神圣全息图 麦田怪圈不仅可以帮助人类做好接触的心理准备 其次是帮助人类进化到五维的图纸 并且有相应的境界才能够读懂和破解 麦田怪圈存在逐步诠释宇宙真相的过程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